欢迎收看《怀疑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 林传媒董事长 施惠权 施董 大家好 另外 钱大使 资深外交官 杰文基大使 何荣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 军事专家 邱世青老师 大家好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来关注的 也就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最近的访欧 形成备受全球的关注 因为这是中国大陆 面对中美竞争 还有包括目前俄乌跟加萨 两场战事 牵动全球局势之下 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布局 因此这次看到 习近平先是访问了法国 再到了塞尔维亚 最后到匈牙利 BBC有报道说 这三个国家对中国大陆而言 有不同的战略价值 画面当中整理给大家看 法国的部分 因为他们长期奉行 独立自主的戴高乐主义 布什和英美等国发生促误 那么跟中国大陆保持 比较好的外交联系 另外塞尔维亚 则是跟中国大陆关系 非常的紧密 这次也看到习近平讲说 彼此是铁杆兄弟的关系 那么习近平也称 中国跟塞尔维亚是铁杆朋友 匈牙利是欧盟国家当中 最积极拥抱中国大陆 一带一路的国家 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目前也是中国 这次看到主帅清征 如果从全球外交战略 这个高度来看的话 先请教大使 有达成总结来看 习近平这次的欧洲行 有达成哪些原本 中方所设定的 这些战略目标呢 我想一个来说好了 像法国的话 我想就是说 在战略的层面 在欧洲寻求一个 所以不见得是盟友 可是是一个 以念相同的一个国家 都希望这个世界 走向多极化 都希望这个经济 还是维持全球化 对于全球治理的机制 也希望进行改造 能更民主化 更合理化 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以欧洲来讲的话 希望支持这个法国 实行戴高乐主义 把整个欧盟 带向战略自主 这条路 那么也支持欧洲 法国成为这个国际 政治体系的一个一级 而不让这个世界 继续让单级来主导 我想这个是跟法国的 是整个来讲的话 是达成一个高度的战略的 一个目标 那你可以看出来 法国的回应 那我觉得最重要 是法国的回应 那你会看出 它非常的积极 那么世俗也在 往这个方向 借着习近平的到访 来凸显法国本身的 独立自主 这也是法国想要的 世界大国的形象 另外它也变成 就借着习近平的 这个到访 也凸显了法国 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因为它不但在这个巴黎 跟这个马克宏 进行双边的这个对谈 也把这个 冯德莱恩找去 然后就表示说 在法国的这个主导下 跟欧盟之间 进行一个对话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法国部分 那塞尔维亚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应该还是在这个 那么之前的 这个双方签订的 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话 基本上就等于说 让欧洲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寻求比较优惠待遇的 那要通过塞尔维亚这个国家 所以把塞尔维亚 等于说扶植成一个 欧洲进入中国市场的 一个大门 那这个对塞尔维亚的帮助来讲 非常非常大 因为对整个欧洲国家来讲 中国大陆现在有签的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唯一的就是跟塞尔维亚 那它起跳就是60%的关税 是免税 然后随着这个时间 所谓的这种 grace period 就是它这种不断的时间 它最后的整个的关税 减为零的幅度到95% 那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欧洲国家如果要开拓 中国大陆市场的话 最好的选择 就是把它的这个制造基地 放在塞尔维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把塞尔维亚当作一个瓷窗 跟中国大陆发展 密切友好合作关系的话 那中国在大陆可以带给 这个国家巨大的经济利益 那对于匈牙利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主要你可以看出来 签了大概18项 这个各方面协议 其实最重要的 是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那么选择匈牙利 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桥头堡 那么宁德时代 去年就投资了70亿欧元 那么比亚迪 前两年已经投资了这个 所谓的电动巴士的厂 今年要加码 再投资这个电动的 这个小轿车的厂 所以另外一方面 还有这个未来 也在这个 也在这个匈牙利 也设置这个所谓的换电厂 所以就变成 匈牙利会变成中国大陆 那么面临欧洲 这个电动汽车 电池保护产业的一个 一个切开的一个口 那这个口会让中国的 大陆的汽车 尤其电动车 那么进入欧洲的市场 等于说 打开了一个大门 我继续简单请教您 下礼拜普丁要访问中国大陆了 您觉得 简单告诉我们 您的观察重点会觉得是 我觉得这个时刻的话 中国大陆其实对普丁来讲的话 既欢迎也有所保留 因为普丁现在在国际社会来讲 他对于俄国的战争 基本上是 对乌克兰的战争 基本上是不尊重 乌克兰的国家领土主权 这方面中国大陆从来没有松口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基本上 这个他外交部发言人就曾经说 就普丁会来 他没有肯定来件事 可是他说 有一个三步 就不结盟不对抗 也不针对第三方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双方的共同点是什么 也是一样跟法国一样 就是一个 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一个全球化的经济 一个合理 民主化的全球治理机制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方面 当然就是说 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现在是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大陆 那相对的中国大陆 对中国大陆对俄罗斯 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俄罗斯的话 跟俄罗斯维持一个建设性 互补的关系 对中国大陆也很有帮助 可是呢 也不能因为跟俄罗斯关系 变成国际社会 认为就是说在资助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这个帽子不能戴 戴下去的话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就是很大的一个 怎么叫 一个负担 据说这个下周 普丁见习近平的时候呢 当面还送他一本 这个怎么办 就是著名的革命书籍 全球现在都在面临 怎么办的问题 尤其在俄乌战场 我们等一下也会特别 对于这个俄乌战争 有多所的分析 BBC继续的分析说呢 现在北京和整个欧盟 或者说我们看德国跟法国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呢 就是画面当中提到这四个字 分而置之 我们分别从经贸 国安跟军事几个层面来看 先从经贸来谈 比如说像德国呢 他们试图可能要调整 对中国大陆电动车 不公平贸易的调查 毕竟现在大陆呢 是德国包括B&W Benz 这些汽车的 重要出口市场 那么中国电动车 也输往这个欧盟 另外在一月份呢 中国大陆对于 从欧盟进口的干预白兰地 展开了反倾销调查 而这个白兰地 主要的这个出口国 就是法国 所以这次可以看到呢 马克宏送给习近平的 这个官方礼物 就是Hennessey 还有人头马的这个干预白兰地 那正好呢 也就是接受 报复性反倾销调查 现在被影响的法国公司 施董曾经在ECFA 跟中国大陆交手谈判过 当时这个谈的 就是当时的国台办主任 王毅 那么您现在看到 当我们讲说 目前所启动的调查 其他都是谈判的筹码 所以特别想问您 就觉得您看这个中国大陆 对欧盟 特别是刚刚提到两个国家 法国跟德国 在对他们两国谈判时 他们现在还可能会有哪些筹码 主持人刚才提到说 中国大陆对欧盟或者对德法 德法是分而自治 我觉得这基本上是没有错 也不得不 因为欧盟人多嘴杂 事实上各国有它的一个利益 比如说他们着重的产业不一样 对法国来讲 农产品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对德国可能是 汽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也不是说法国就没有气质 但是大家骗重的一个不一样 可是分而自治还是不够 国际经贸谈判 你最重要达到的结果 是要有一个制度性的规范 就是刚才大使有提到的 譬如说FTA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跟欧盟怎么谈FTA 你不可能跟个别的国家谈 你还是要在欧盟的 整个一个平台上面 建构双方面可以遵守的 一个游戏规则 所以这样子还不够 所以看中国对法国和德国的出手 还是要回过头来看 中国和欧盟的一个关系 两者互为最主要的经贸伙伴 按照中国大陆的记录 2022双方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 当然这个贸易的数额是有一点差别 基本上中国赚的是比较多 但是它对欧盟来讲太重要了 我们从习近平这一次访法的一个成果来看 可以看到说未来双方面的气氛 我觉得在经贸议题上面 经过了这一次相对的会比较缓和 未来还是会就个别的一些项目 会彼此在那边呛声 或甚至有一点挑衅的一个行为 但是双方面过去一直在进行的 平反的对话会继续进行下去 我觉得这个要从去年下半年的 欧盟和中国的峰会 这个峰会媒体称为是一个沉默的峰会 也就是说相对的比较低调的 其实是在这样峰会的一个基础上面 今年我们看到中国跟德国和法国的关系 都是在上次峰会的一个基础上面 展现具体成果 有什么成果 以这次习近平来讲 他就列出了一个清单 他跟法国签了四份联合声明 其中一份是谈到战争了 签了18项合作协议 现在大家吵得比较热烈的就是 法国的红酒 法国的白蓝地等等 事实上在四份联合声明里面 有一份就针对农产品就谈了 在这里面 法国表现出了他的诚意 中国也谢谢法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支持 那习近平敢公开这四份联合声明 包括AI也谈 包括战争问题也谈 还有再加上18件的一个合作协议 当两国的元首 共同签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表示说很多的关卡 事实上在工作阶层的协商过程里面 大概可以摆平的都摆平了 未来不能摆平的就继续控管 我就在经贸方面 不会像刚刚您提到 是这次习近平 他也特别把他的立场再次的表明 就是说不要甩锅这个问题 那说到了这个经贸以外 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角立场 就是在军事国安方面 军事上当然讲的是北约 在75年前4月4号这一天 也就是1949年 当时4月4号北约正式成立 当时成立的是12个国家 到现在已经变成了32个国家 涵盖了10亿的人口 但最新加入的是因为俄乌战争 而加入的奔兰跟瑞典 那么32国的盟国 这个外长4月4号就在 布鲁塞尔齐聚 然后庆祝 他们成立75周年 不过外界也现在质疑的 就是说包括对乌克兰的军援来不及 还有美国前总统川普 对于北约的敌视态度 现在又看到了 刚才提到大陆方面 特别拉近跟匈牙利之间的关系 也被认为是北约的一大隐忧 而且这个时候就看到说 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 叫弗林 弗林在8号表示说 随着中共持续的扩张 威胁到印太地区的稳定 美国跟许多的亚洲盟邦 正在以北约模式展开合作 要建立更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听到这个北约模式 就想到之前曾经也讨论过 所谓的亚洲版的小北约 邱老师怎么看他们具体接下来可能有的动作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北约模式 它比较像宣传上面的用语 因为北约就是北约 它并不是一个北约模式 因为北约真正 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组织 那真正有嚇阻力量的是 那个北约第五条款 也是任何一个北约的国家被受到攻击 等同于所有北约国家受到攻击 那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宪章里面有规定 那各个国家都有义务 依据本身国家的实际情况 它并没有要求 就第五宪章第五条款并没有要求 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加入反击战 或是加入反击的行动 它里面要求说 各个国家必须要是自己的实力 然后要做出贡献 那它是一个集体安全组织的概念 不过我想先提一下就是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 北约成立的历史的过程 那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就很快东西方冷战就开导了 那这时候北约被很倉促的推动 然后从一个概念 转变成是一个集体安全组织的形式跟架构 在那个时候其实连参加北约组织的国家 都不晓得北约组织要用来干 所以那个时候北约的第一任秘书长 就很明白的讲 但是他是英国人 他很明白的讲 北约的宗旨就是赶走苏联 然后拉近美国 然后压制德国 那北约一开始它的设定的目标就是这样 它慢慢慢慢变成是跟苏联的华约 军事对抗的一个组织 那所以我们如果理解这一段的话 再回过头来看弗林讲的北约模式 那你所谓的北约模式 那如果沿用到亚洲来 那是不是这些加入的国家 也有一个第五条款要遵守 如果不是的话 或者是你不等同没有取得北约会员国的身份的话 那你的北约模式是不会walk的 你只能形式上很像北约 精神上不会像北约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灾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一点来连结 再来是 那就美国的角度来说 他们在北约里面的身份 按照川普的理解是 美国是被绑在北约里面 可是北约对美国来说 他等于是封锁或者是遏止苏联 扩张 扩张的一个很有用的武器 同样的他在亚洲 他也想要打造一个这样子的 他等于把中国大陆给围起来 对 他现在打算用北约在欧洲围住俄罗斯 然后在亚洲打造一个印太的北约 想要封锁住中国 但是我们只能说 这个想法如果早20年 也许真的会可以运作 但现在不可能 对 但现在已经整个世界的局势 已经走到现在 你北约在欧洲 显然也没办法遏止俄罗斯 所以才会有俄乌战争 那同样的 你如果想要用印太北约在亚洲 遏止中国 那同样美国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我们只能说 但就战略上来说 这是一个可行的 思考的方向 但是它毕竟北约模式 跟北约是不相等的 是 而且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是就算北约的亚洲版 你说最后推动了 台湾有没有办法加入 恐怕机会真的是非常的渺茫 美的竞争重点 我们来继续看的 就是彭博他们最新的报道说 美国贸易代表署 预计在下个礼拜二 也就是5月14号 要公布有关中国关税的全面决定 这次要公布的审查结果 是拜登政府从2022年开始 全面检讨川普执政时期 对大陆方面所实施的301条款 关税措施在结束以后 接下来要提出新的关税措施 当中包括会聚焦在电动车 电池还有太阳能板 也就是大陆的新三样 这些关键战略产业之外 也可能会对铝 钢 还有造船产业 晶片产业寄出新的关税 但问题就是一旦寄出了新的关税 美方也得考虑自身会受到的冲击 这冲击可能包括什么呢 大使 您觉得 其实你现在美国对大概大陆 大概3500亿贸易的产品 平均施加是19.3的关税 从贸易理论来讲的话 这19.3的关税 并不是由中国大陆出口商来负担 而是由美国的消费者来负担 所以这个消费者 转嫁给消费者 那这个消费者的钱 这个钱到哪里 到了美国政府的口袋 所以拜登 川普的时候就很高兴 说你看我这个加税 我这个政府赚了那么多关税 他对于贸易这个支持 是非常欠缺 其实这个对美国的整体 整个来讲 对于他要打通膨这点来讲 并不是有利的 因为你政府把这些本来可以 老百姓不需要 缴给你政府的税 结果你现在缴出税了 变成你消费的成本之一 当然这对美国的通膨是不利的 可是就是说美国看目前这个状况 他对于这个本来拜登上台说要彻底检讨 这个川普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以惩罚性关税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个对通膨是没有帮助的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从这个川普的这个标准上降下来 所以他现在已经快四年了 但从来没有检讨过 就感觉无计可施了 那从政治的角度上 他必须要他要他要不断的增加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你2022到2023年讲的话 中国中美的贸易总额降了19% 13.1% 事实上这个就从美国对中国大陆 这个所谓的这种贸易的这种制裁 他的政治的总目标 是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的话 那这个美国他有理由要继续继续装作 因为事实上的话 这个美国还是中国大陆这个产品 很重要一个市场 对 那继续把中国的市场封锁 他认为可以对中国的经济 尤其广大的制造业 那么造给中国大陆经济造成困扰 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系里面 很重要一个政策目标 所以他有他的政策目标 所以他还是要继续打击 那问题就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 前面我就说对美国的通膨 事实上是 等于说是有点火上加油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 你今天不从中国大陆进口 可是制造业并不会回到美国 美国这一些有关这些 很多的这种民生的产品 他基本上他已经没有生产的能力 那么他也不可能再去投资 去投资这种民生工业 那基本上就是把它转嫁了 跟其他的国家 那这个其他国家的贸易 现在比如说越南 比如说印度 比如说斯里兰卡 这些国家 可能得到了更多美国的订单 可是问题这个订单后面的投资者 可能还是跟中国大陆的制造业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个刚刚大使特别点到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出此招的话 恐怕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大概也要叫苦连天了 那当然这个也有分析看到说 当然现在一切都是为了选举嘛 现在的选情延烧到了 竟然延烧到了台湾的鸿海集团 怎么说呢 因为拜登在最近宣布 微软要投资33亿美元 在威斯康星州建立AI资料中心 这个地点正好是2018年 鸿海投资LCD工厂的位置 当时你还记得吗 2018年那时候当总统的川普 他曾经承诺说鸿海富士康会在当地投资 100亿美元 创造13000个就业机会 但时至今日呢 拜登却说 川普当年说的所谓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永远不会实现 而且还表示说 Foxcon这个富士康 最终就成了一个con 就是这个骗局 台湾的企业在美国政治角力下 确实你看到成了牺牲者之最佳印证 不过我想请教施董 富士康当年在美国的投资 可是为什么最后会与失败告终 是遇到了哪些困境了 我觉得从产业的观点来讲 不能讲说它是一个失败 因为我们如果看看当时 那个Foxcon它发布的重大讯息 它也没有吹流说 它要用两万名员工或几万名员工 它也没有把整个投资额讲得那么大 它的整个公司依法 发布的一个重大讯息里面 对它的投资计划 事实上是有很实在的一个描写 可是为什么整个事情被吹得那么大 因为就是选举语言 就是川普把它做一个选举语言 把饼画得这么大 那这一次拜登说它是一个骗局 我觉得其实精确一点来讲 这是一个川普的骗局 不是富士康的一个骗局 因为富士康说我就是要这样子做 对不对 然后失败或者是怎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富士康被川普骗了 但是应该说川普把这个气球吹得太大了 那从富士康的立场 我从来没有把气球吹得太大 所以美国选举前 不管是拜登的话 或者是川普的话 都一定要从内部政治的一个角度来解读 把柄画得太大 到最后当地的居民失望 事实上这政治的常态 在台湾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胡志强他最后一次台中市长选书 他的那个BRT 一个BRT他可以宣布有7次的市营运 有9次的什么开幕或者是怎样 每次当你都喊出是100分 民众去尝试的时候只有60分之后 当然会失望 在彰化县为民谷宣称是风光大现 把整个离岸风店吹捧的说 会有4万人几万人的就业机会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当你吹捧太大 民众发现实际上不是那么大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不是产业上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投资上的一个失败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一个内斗的问题 不过你现在看政治真的非常的现实 就是在说这个鸿海是投资骗局的同时 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美国商务部长 Rimondo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面 他就提到了台积电 而且肯定台积电的重要性 他说什么呢 他说美国从台积电采买了92%的先进晶片 那么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要制造的是最先进的2奈米 3奈米的晶片 所以先进技术都会在美国 那么中国大陆如果侵略台湾的话 夺取台积电对美国经济绝对是毁灭性的影响 我们在对照刚提到的鸿海这个处境 真的发现是需要你跟不需要你的时候 这个处境真是天壤之别 邱老师怎么看 大家也现在担心台积电一旦先进制程 如果移到了美国 台湾不就危险了吗 这会不会又是新一套的养套杀能觉得 对 如果我们从赛局理论来说 现在美国把先进制程掌握了 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有先进制程 当你在面对竞争 你的竞争对手的时候 你不想让你的竞争对手掌握 你之外拥有先进制程的地方 这时候你有几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个 第一个先想办法让你的竞争对手 不要去碰这一块的地方 所以另外一个有先进制程的地方 跟你不会有直接的冲突 排除在外 对 第一个如果对方坚持一定要拿 比如说一定要拿台湾 一定要掌握台积电在台湾的 这么大规模的先进制程的话 对美国来说 他的决定就会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就处理掉台湾上面 除了美国之外的先进制程 这个时候全世界只剩下美国有先进制程 哪一个利益会比较大 也许 当然我们是用赛局里面 算得分比较多的角度去看 哪一个其实对美国的得分会最大 应该是除了美国之外 这个地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还拥有比美国更先进的制程 这时候是不是对美国的得分会最高 因为变成大家都有求于他 现在是大家有求于台积电 未来大家有求于台积电 以及美国的亚利桑拿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雷蒙多讲这句话 就是对美国的经济 如果中国侵略台湾夺取台积电 重点是夺取台积电 那对美国经济绝对是毁灭性的 他想的还是美国 对 但重点不是后面 重点是前面 夺取台积电 所以如果对美国来说 如果我要确保 不要发生这种毁灭性的结果的话 那就是让中国无法夺取台积电 那中国无法夺取台积电 那台积电就只有两个结果 两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中国无法夺取台积电 第二个是中国即将夺取台积电之前 美国把台积电处理掉 所以从Remondo的话当中 他特别提到了2奈米3奈米 这种先进制程也要移到美国去 这确实是台湾包括台积电在内 不得不提防 要注意的 马上回来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中国大陆 跟菲律宾两个国家之间 最近为了仁爱交的运捕争议 这两国之间有没有所谓 私下的君子协定 再度的杠上 马尼拉时报先是报道说 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 叫阿尔贝多卡洛斯 今年1月和中国大陆 驻菲律宾大使馆人员通话 然后秘密协商了 有关运捕仁爱交的 所谓的君子协定 什么协定 内容是说 菲律宾指向驻守在 马德雷山号舰上面 这官兵提供粮食跟医药补给 就是为了人道考量 而不会运送 像水泥钢筋 这些能够建筑的材料 所以中国大陆也不会去阻拦 菲律宾的补给船 但结果这个报道 一刊出之后 立刻遭到菲律宾政府严正否认 可是彭博社也随后公布了 这次的对话文字记录 《环球时报》在5月10号 也引述相关人士 证实说文字记录的内容是属实的 菲律宾军方官员 确实曾经针对运捕 所谓的新模式 也是刚刚说私下的君子协议 那么有跟中方达成这个协定 中方外交人员也表示说 这确实有这个事情 我们是有录音的 只是目前还没有公布 为什么菲律宾政府 在报道出来之后 大使您觉得他们要全盘的否认 而且特别讲了说 这不是真的 可是中方明明是说有录音 因为这个公布录音了嘛 对 所以菲律宾就说这个是伪造的 变造 变造的 他就是不承认嘛 对 可是问题就是说 那个被录音的那个宗将 菲律宾宗将 他本人就没有出来失踪了 失踪了 那当然这个之间就双方本来一直说有君子协议 有君子协议 那菲律宾就不承认 那中国大陆坚持最后就拿出一个证据出来 那这个证据拿出来以后 那菲律宾就说不承认 那现在又说你这个是 这个怎样反窃听法 那又前后矛盾 你这个等于说是偷路 那你前面又说是变造 到底是偷路还是变造 所以就有点矛盾了 那不过这个里面就是说有名有姓 而且这里面的通话记录是公开了嘛 公开了 那对方就中国大陆的这个大使馆官员问话的时候 他是不一再的确认 确实有这件事吗 确实如何吗 对方都说都说是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说 你说是菲律宾内部 他的军区跟他的这个总部之间 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认知 或许还有可能 可是对于这件通话的真伪 那菲律宾政府后来说 你这个违反了反窃听法 也就是说你没有经过同意就录音 那是不是有没有经过事先同意录音 他也没讲 可是方法是其次 就是说事实确实是有这段对话 其实刚刚大使有点到一个重点 那么这一位在对话的菲律宾的军官 这位高阶将领 他是被受益呢 还是他可以代表呢 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他的职权内 他可以做这样子的承诺的话 那他也没有问题 不过一般来说 一个军区司令对这样的严重的 这个好两国之间的这个好 事关这个好领土主权争议的事情 连任何人都会都会上级的同意 对不太可能制作主张 那一般从国际来认知的话 你不可能说 这个是他个人的意见 不可能不代表菲律宾政府的意见 我觉得所有的政府官员讲的话 在国际上的认知都代表他的政府 没有所有代表个人 邱老师那您怎么看 说因为基于人道考量 进行这个补给可以理解 而且这算是中非两国都可以接受的 折中方案吗 您觉得 另外就是说刚刚讲说私下所谓的君子协议 但是你没有白纸黑字 这个万一菲律宾到时候反悔 它推翻了 就像现在这个被媒体公布出来之后 马上严认否认 没有这件事情 其实有在长期有关注南海局势的人 其实这个协议其实我们私底下都已经听过 很久很久 有点像是一个默契 对马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这份协议 其实就已经大家其实多多少都有听过 有类似 只是我们这次真的完整公布协议的内容 证实了这件事情 而且有录音内容 对 那人道的物品送上船 这是最主要的 也是中方跟菲律宾去谈 其实最主要还是围绕着人道这个问题 至于说按照这个模式走下去 那时间会一定对菲律宾比较不利嘛 因为船会继续腐朽 到最后它就沉了 所以它必须要抢在腐朽之前 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那一来就是比如说延长这艘船在海上面的寿命 要不然就是你可以利用一些加固的设施 然后去强化 把那个船就定在那个地方 然后坐在那个胶岩上面 让它永远不会沉 那这个也是中方的顾虑 所以为什么 一加一的限制以外 所谓的建筑材料是不准运上去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等于 你就不是在人道上 你的核心就不是人道 而是你想要利用这艘船 来延伸你的国土 那这个我想双方一开始 君子协议协定可以运作 也是因为它不能戳破 但是一旦这个事情被公布了 这个不是现在的菲律宾政府可以承受的 所以当初奉命来谈的阿尔贝托卡洛斯 现在会被消失也是一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个人没有办法扛这么大政治责任 那受命他的人 也不想扛这么大的政治责任 所以他现在暂时不能扛出来 那等到风声开始稳定了 或者是事件造成的影响降温了以后 我想这件事情还是必须要处理 小马可是毕竟是在江湖打滚这么久的人 我想他还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妥善处理 OK 好 接下来就看说中非两国 接下来的下一步是如何 因为现在看到这个菲律宾方面 非常的生气 像是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安约就痛批说 中国大陆驻飞大使馆 就像刚刚大致讲说是偷鹿 而且是反复从事散播虚假讯息 错误讯息还有恶意讯息 相关的外交人员应该被立刻驱逐出境 话说得很狠 国防部长这边也是 这个特奥多罗就表示说 录音是违反了菲律宾的反窃听法 所以国防部要采取行动 根据这样法案 违法者要长达 面临这个长达六年的监禁 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来好好的严惩 可是真的敢动手吗 还是说最后的停损点 就是让一个刚才讲说 在通话当中 这个菲律宾的西部军区司令 叫Albedo-卡洛斯 设定停损点就在他为止 您觉得 这一点我赞成邱老师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能的结果 你国防部要怎么惩处 中国的外交人员 第一他是不是违反了 所谓的反窃听法 我们两个人开会 那双方面都会各做记录 那是在国际谈判的场合里面 你都要预先存在说 对方有可能录音这样的一个前提 这个也不是借听 这个是会议上的录音 双方面也不会讲说 从来也不会讲说 能不能录音 先把这个事情讲 先谈清楚 谈清楚就刚刚 基本这种认知 对 那借听是因为你在家里 餐桌上讲的话 在卧房里的事情 那个东西才叫做界定 然后外交人员有他的外交豁免权 这跟国防部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们的国家安全顾问说 有可能要驱逐中方的外交人员 我觉得菲律宾方面的讲话 等到外交部挑出来讲话 在观察还来得及 现在都只是喊一喊而已 为什么 因为要圆这个面子 这个最大的一个中途 我想刚才邱老师也有提到 第一就是违反了菲律宾的基本国策 跟基本立场 在那边海域的一个基本立场 第二是国防部的立场 一直是说 我们没有参与跟中国这方面的协议 现在跳出来说 原来国防部有参与打脸 打了你的立场 自己打了自己的立场 也打了你的脸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中方方面也不会有太大 或太激烈的动作出来 我觉得只要两个前提 第一个菲律宾自己找个台阶下 然后讲过的狠话 你不要再继续硬拗就好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菲律宾只要他的调子放软 中方也会做一个台阶让他下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事实上你看中方的反应 是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例行记者会 他不是晚上十点 特别发了一个新闻稿两句话说 我们的发言人应记者的询问 针对这个事情怎样 他没有做特别的注意 他是在例行记者会里面 七八个问题里面 点到了这样一个议题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对中共来讲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事件很大 中共要忙的事情很多 从非洲到南美洲他要忙 这就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会议的一个细节 如此而已 所以其实 坦白讲说你会录音 就是担心对方说话不算话 不然就是会议记录 你要把它文字记录下来 就是白纸黑字的 大家在这场会议当中 或是通话里面 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 做了什么样的承诺 这个很天经地义的 那刚刚事总讲到说台阶 我最后简单请教一下大事 你说总要给菲律宾 或自己找台阶 或是中方给菲律宾找个台阶下 这个台阶有可能会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没有做任何回应 那菲律宾我觉得那个 说什么要有六年徒刑 说这个中华大陆外交官 要驱逐这一类 他过去也都讲过 他本来菲律宾内部还说 要驱逐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菲律宾这个 可能它民族性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它的反应 都很强悍的感觉 很强悍的 那最后会采取什么措施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有待观察 不过中非海域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是展现实力 那菲律宾的话的实力就是美国 那如果美国 美国对菲律宾的这个 这个支持并没有说 要跟中国大陆扯破脸的话 那菲律宾也只能叫一叫 对 所以这个严正否认 是怕得罪美国吗 还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最后呢 就叫这个西部军区司令 把这个锅给背下来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心俄乌战士的最新发展 那么乌克兰方面呢 在这几天发动俄乌冲突以来最远程的一次攻击 这个打到了俄罗斯的本土境内 而且呢是相隔基辅是1500公里左右 那深入境内呢 用这个无人机袭击了在巴什基里亚州的炼油厂 另外一方面呢 也看到乌克兰的国会啊 最近也通过法案要允许囚犯来从军 加入军队 为什么 因为兵不够用了 乌克兰国防部也表示说 俄军在凌晨5点多呢 出动了装甲车 试图要突破乌军在哈尔科夫州的一个小镇 叫做沃尔城斯克的防御 那么不同强度的战斗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Zelensky也就是乌克兰的总统表示说呢 整个前线都在激烈战斗 而在同一天呢 看到美国方面再度宣布 对乌克兰新增4亿美元 折合台币130亿左右的军事援助 这是美国在不到三个礼拜之内 第三度的军援乌克兰 现在看到另一方面 就是美国的国安会议发言人John Kirby 他告诉记者说 未来几个礼拜 俄罗斯有可能进一步推进 但是美方认为呢 这个俄罗斯方面 不会出现什么重大的突破 过些时间 美国的军援将会帮助乌克兰 抵御这些攻击 现在看到俄军的战法 因为邱老师长期在关注 我也这个常常会就follow老师的一些分析 俄军的战法是一步步的把 这个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给拿下 那么把战线越拉越长 但是如果从整个大势来看的话 您觉得现在特别是对美国跟对北约来讲 就是希望乌克兰继续成在那边 对 不过很难得我同意John Kirby讲的 就是俄罗斯会进一步的推进 但是不会有重大的突破 因为俄罗斯现在也不想要有重大的突破 对 因为兵力有限 就是如果我们以前线指挥官最重要的考验来说 就是如何节制兵力 你当然你可以打下越多的地方 但是就是是一种对功劳的诱惑 但是你打下越多的地方 你必须要分越多的兵力去防 兵力就分散 对 你必须要分越多的兵力去防御 那你把这些兵力节省下来 你可以去攻击 在战略上更有力的位置 我们看到现在这一波 俄罗斯的用兵方式 基本上就是符合这种 节制兵力的使用方式 看起来很像俄罗斯在全线 几乎都有在推进 但事实上 它的推进都是推挤 把乌军慢慢的推挤出 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战略的位置 那当然美国 接下来不会只有这一波 因为现在已经三个礼拜之内的第三波 未来还会有连续 而且还会加上欧洲的援助 很快的就会宣布 为什么 因为按照表定 在7月份的时候预计 可能乌克兰会防动一次反攻 这是大家都预期这种事 但是这是我们的预测 那会不会真的执行还不一定 我继续请教邱老师 因为想请您看 现在也传出说 乌克兰整个国安系统 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乌克兰的国家保卫局 简称它缩写是UDO 他的任务是确保乌克兰总统Zelensky 还有一些国家高层官员的安全 以及行政大楼一些保护工作 但是最近已经有两名安全官员 因为涉嫌参与俄罗斯 暗杀Zelensky的阴谋被拘留 Zelensky也把国家保卫局的局长给解职了 根据乌克兰的独立报报导说 Zelensky现在经常换乌克兰 安全部队的关键人物 像是最近才上任几个月 这个特种部队司令 叫做卢潘秋克上校 也被调离限职 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说 您觉得为什么乌克兰的特勤 尤其军情国安方面 是真的是被渗透的如此严重 还是说它有可能是被外界 现在有些说法是 好像自导自演 我们应该这样说 就是这一波从阿富迪布卡 乌克兰守不住之后 对乌克兰前线的士气造成很大的伤害 但是在阿富迪布卡之前 测换杂炉日内 那个才是种下现在 乌军在前线士气崩溃的一个 很重要的转折点 那当然测换杂炉日内 当然基辅会有官方的说法 只是说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就是当然测换杂炉日内在乌克兰国内的民调的支持度 是赢过浙连斯基 所以浙连斯基担心测换杂炉日内 未来有可能成为他的竞争者 当时讲说如果选举的话 可能就是换成好了 他会成为竞争者 所以把测换杂炉日内换掉 这个其实对 因为测换杂炉日内涨兵权久了 他本来底下就有很多 跟他比较亲近的这些将军们 还有很多部队 他也是从野战部队身上来的 也有很多他带的子弟兵 对杂炉日内遭受的这些待遇 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不满 最近冒出来这两个 因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两名上校 这两名上校据说他们是计划用飞弹 然后去攻击 就已经知道测连士机的行程 计划用飞弹攻击测连士机的撤队 当然基辅官方 这件事情是基辅官方 就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披露出来的 最后的解释就是 这两名上校是受到 俄罗斯情报单位的策反或收买 所以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简单的 用一个逻辑来推演 俄罗斯如果真的要用飞弹去炸测连士机 还需要另外花一笔钱去收买两个上校吗 因为那无人机在空中 它都可以拍到测连士机车队行进的路线 我们都已经看到视频 这俄罗斯故意放出来 这表示俄罗斯根本无意用斩首防止袭击测连士机 这些事情也凸显出 就是说在俄罗斯尤其是国安军情内部 出现忠诚度的一个考验 这回到台湾这边 我们看到最近军情局也做了一个很重要 而且是被外界说是大胆的决定 请视同来看 就是说沿用数十年之久的情报人员 单线领导这个制度 要改成团体协作的机制 所以外界就直译说 这是不是打破了近百年来 单线领导当时是由情报头子 就是代理统长情报工作以来 整个国安军情近百年来的传统 那取消单线领导现在改为 未来有可能团体协作 到底它的利与弊是什么呢 的确 国防部在送给立法院的报告里面 是很清楚的写说 为了防止弊案 军情局以后会把单线领导 改为团体协作 防弊案 对为了防弊案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是外行话 因为单线领导跟团体协作 基本上并不冲突 你在一个行动里面 会有团体协作的部分 那大部分是以团体协作为主 特别是在现代的一个科技上面 你确定不是 我们看007电影看太多了 就是飞天入地跳海 到最后还可以跟美女上船 认为这才是情报工作 不是 你今天一个free agent 你今天要探听一个东西 你背后要有很强的后勤资源 所以这就是团体协作的部分 但是整个过程里面 有一些个案 特别当然也会有单线领导 无论如何 不是互施的概念 你说要把这个改为 这个基本上外行话 出现了什么弊案 因为有两个军情局的居官 他捏造说有两个 有中共的情报员 然后反正提供给他 他们情报 他们就捏造情报 然后就贪污 得到了大笔的金钱 那个金钱的数字非常高 从情报的角度 贪污不是重点 是情报核实的问题 如果假的情报 对我们的政经判断 形式判断没有问题 那就是假的情报而已 怕的是说 假的情报里面 会妨碍我们的判断 妨碍我们的部署 妨碍我们的防御等等 那事实上呢 情报工作夸大不实 这个是常态 我曾经受邀到处长会 阅读调查局 对我在大学时候的监控 他把我跟 左统团体的接触 把人间杂志 他比较偏左统 形成是一个台独团体 你就可以发到说 这里面有很多夸大跟不实 好假也好 夸大也好 不实也好 重点呢 不再说 好为了让你的情报 要比较真实呢 那我就加人 加机制 其实不是 重点是你长官 有没有判断的能力嘛 那军情局 有没有判断的能力 我们就讲邱晃年 他是国安局的干员 然后出事 因为他跟很多女孩子上床 然后他自拍 然后被揭露 他爸爸又是当过部长的人 好 邱晃年的一个经历 他最早是军情局 他怎么进去的 他不是军校系统进去 那就是军情局考试进去 你说这个没有副职代的避孕吗 好 考试进去考的是什么科目 就很一般的科目嘛 可是你现在的整个军事作战 你要面临到 你要懂经济 你要懂政治 你要懂外交 是全方位的 对 各种各式样的语言能力 我们的军情局的一个养成的过程 要不就从军队过来 要不就是这样考试进来 他们升上去的一个长官 有没有能力判断这个情资的一个真实 重点 所以训练才是监督的最好的一个内部机制 而不是在那边家人 所以这个情报人员 最重要的还是在未来因应这个时代的话 就是情报辨别的能力 这个是最重要的养成关键 那这是在军情人员 外交部分呢 其实回到俄乌战争 现在大家想说俄乌战争到底什么时候 会让俄乌双方上谈判桌 中国大陆欧亚事务特别代表里 回这个月3号到9号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进行了第三轮的穿梭外交 他先后访问了土耳其 埃及 还有沙尔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中方为了呼吁局势降温提出了六大主张 六大主张当中就包括了对话谈判 是解决乌克兰危机唯一可行的出路 随着这场战事的推进 现在看到是北京方面 目前外界也认为是有很大 而且是认为是最大的这个回旋空间 那在看到习近平访欧之后 到接下来到G7召开之前 大使您觉得您的预判 根据你预判中国大陆会着力在 这个怎么样着力在就是促进俄乌的谈判 我觉得中国大陆当然就是说 从头到尾就是劝和促谈 用这个谈判对待代替这个交战 这个是而且也特别任命了这个特使 在穿梭 那上一次的话 我记得他就是到了乌克兰的部分 那乌克兰接代理会的成绩有点降低 那从这个研判的话 就是说可能困难点 乌克兰的部分比较多一点 乌克兰的部分比较多一点 那不过乌克兰对于中国大陆的关系 这个很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就是他从来没对中国大陆 这个怎么讲 口出恶言过 尤其哲伦斯基这个团队 那我觉得很可能就是说 基本上他们还是认为 就是说如果说在有关键的时刻 中国大陆可以在俄乌战争 还是扮演战争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 我刚才想到说 有没有可能促成这个奥运修兵 我觉得这个会是李辉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对 我觉得现在状况应该来讲的话 俄罗斯的部分 习近平可以在五月 就说这个普丁到北京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提出来 我觉得就普丁的难度来 要相对于泽伦斯基的难度 那要低多了 因为普丁就可以决定 德伦斯基无法决定 德伦斯基要打还是要停火 他要听拜登的 拜登的 拜登想想现在停火的话 那这功劳不是给了这个 给了这个 习近平给了马克宏吗 对啊 而且他现在选庭又不利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